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两年 我们浸大的团队 联同世界自然基金会 香港分会 香港海航公园 以及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的合作者 在米布自然保护区的基维哈堂 发现了一个双形水母的生物种 我们将这个水母命名为米布三掌水母 它属于双形水母缸的三掌水母科 它的身体呈正方形 底部有四只角 每只有三条触手 与其他常见的水母不一样 这类双形水母触手的基部 和散状体连接的定方是扁平的 好像用来撑船的船长 双形水母另外一个特征 是它们每边有六只眼 其中两只有症状体 可以成像 其他眼睛只可以感光 我们比较了新种 和现有双形水母的形态特征 并且进行了基因分析 从而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今次是第一次在香港水域 发现双形水母缸动物 而是第一次在中国水域内 发现双形水母新种 令到全世界三掌水母科动物的墨准 由三个增加到四个 我们很开心有这个新发现 觉得在米埔 这个这么多人去做研究的地方 发现一个新种 反映了香港 甚至全中国的水域 仍然有不少海洋生物 等待我们去发现 感谢观看